今天唱了三支小曲 台下的觀眾都很避免 其實今天出場之前 雖然不是參賽者 但也有點緊張 因為有些壓力 他們經常說 今晚香港的代表 又不可以殺人 畢竟主場 很久沒試過有緊張的感覺 但今晚是緊張的 唱亂了兩句歌詞 都一直在增值自己 為了一年底的演唱會 始終唱跳都不是我的強項 但我覺得是要識的 尤其是我今年看完學友歌的演唱會 我更加覺得一個全能的藝人 是應該什麼都可以 其實今年是計劃去越南的 我們會有兩個星期的時候 時間留在那裏 當地因為有些本身 是他們做開數碼音樂的行業的前輩 就會帶我們去河內 去胡志明市 就會有些考察 其實不只是我一個 包括一些業內的朋友 都會一起去 我們華人的音樂 其實都在當地是有 譬如酷愛是有 他們越南歌手有翻唱過的 我也有唱過越南文 不過在越南播給他們聽的時候 他們說一粒字都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不過你不要說 其實在越南做法國餐廳是有得做的 因為它以前好像是法國的殖民地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的餐廳可以在那裏開分店 而且是人家會進行中 不過在那裏開分�